曾入为金曲奖的客家流行音乐创作歌手邱丽玲 3月14月观赏美国神韵纽约艺术团 在高雄文化中心的无常演出 邱丽玲对歌唱家穿透全场的洪亮歌声印象深刻 她形容坐在台下观赏神韵 是宛如古代帝王般才有的享受 以恋恋旧山线专辑入为金曲奖提名的邱丽玲 专程从屏东到高雄观赏神韵演出 刚刚在听的时候 她讲那句话其实我有点震撼 就是说你不要以为你来看过 你就是看过神韵了 那其实每一年都是不一样的表演 得知神韵艺术团年年推出全新节目 让邱丽玲连说了两次非常佩服 像我们自己在创作 你光是一首歌 可能你在创作的过程中 不是说你随便随时想写就写 因为这是需要灵感 对有时候你没有灵感的时候 你可能甚至一年你也写不出歌来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是 真的非常非常令我佩服的地方 南高音歌唱家具穿透力的歌声 让她印象深刻 南高音的部分 我觉得她的声音真的很有穿透力 就是你会觉得她整个穿到你的耳朵 然后整个身体都有那个感觉 就是那个共鸣 我觉得好厉害 邱丽玲形容 坐在台下观赏神韵 是宛如古代帝王般才有的享受 我觉得我有帝王般的享受 就是我觉得我自己很 就是刚好又坐在正中间的位置 然后他们就在你眼前这样展演 我会觉得很像自己很像古代的皇帝 就是他们就在你眼前这样展现出来 就觉得这不是一般人可以享受到的 对非常棒的享受 今天也在电视 陈其文 施宜军 台湾高雄采访报导 不见到